注意一下 它从直弯右的那一个转弯 直的那一个部分在弯右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细 那它做了什么动作 所以从很多的它的字 你可以看出来 在它们手上提案是最平常不过的 就是一定是随时都在做提案 那听懂 你从直往右的时候它变细 再往下的时候 它是不是 它这时候没有再提了 它这时候直接手往下拉 所以笔画变成胖 有没有 然后再上去要转那一圈的时候 它空中 腾空上去就断了 断了下横画 所以下横画的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线条 轻的 对不对 因为它腾空了 当然笔尖就变笔尖了 那第一横要接那一小树的时候 到底它是从上提上去 还是往下提上去 我这个小字跟大字的两本帖不太一样 但我在想 我用我的写法 我一点点完以后 往上提下中间那一小树 好不好 好 汤 最好断掉比较好 点 提贴 提贴 斜的直的 注意顿 腾空上去贴 它这里很明显 两笔中间有一个挂钩 对不对 那个笔一定是第一笔先顿上腾 顿了以后上腾 接下一笔才会有的现象 好 这个五 你的第一个横画 要比第二个横画右边多一点 好让那个歌的那一个大的笔画 有地方可以挂上去 避开第二横 好 这个上去以后 到这个边上 贴 egal 会 这样 好 行 咳 太